国民党的侯康佩正式登记之后 现在可以说游门吹动满要在全台来举行食物场的大型奏势活动 首站举办苗栗 那么是由县长钟东景亲自后召 现场可以说人山人海给出了侯友云面子 接下来要一路南下在云林屏东来举办奏势活动 而过去被认为是挺锅山头的议长们 现在也逐渐来回归帮忙动员 要营奏蓝军大团结气势 将出一条路来 大家很高兴来来来 在苗栗县政府前 盛大风街造势 现场准备一万五千张椅子还不够 满满支持者看不到镜头 助T恤催了起朱立伦侯友宜牵手大竞场 团结一致支持侯友宜好吗 好 因为这一战我们也没有退路 我们只有往前冲 来到后 来到侯友宜 号召动人的就是苗栗县长钟东景 这一场给足侯友宜面子 还绕起客雨加强故庄 而未来从苗栗起头 还有十四场大型造势 十号由花莲立委复昆奇统筹 打造万人适师大会 成立侯富联合进董催票 接着一路南下 十七号到屏东 由前立委苏清泉操盘 营造山海团结气势 而十六号云林场则是由前县长张荣卫系统举办 更会发动全国各地云林同乡会挺侯备受瞩目 只不过过去三块都被视为地方的挺郭山头 侯康佩成行 蓝军也全面回归了吗 挺郭派议长们 强势回归挺侯康 但也有人坚定一心 只要郭台铭 不会觉得郭台铭的支持者 可以转移给侯康佩吗 随着郭台铭退选 支持的热情也跟着消退 如何挽回颓势 收复游离蓝军 恃侯友谊当务至极 记得最后报道